哇 安琪雅今年 今天很漂亮耶 今天拜託 好漂亮 而且我覺得露得剛剛好 非常 給安琪雅一個掌聲鼓勵 果然是有經驗的 模特兒就是不一樣 對 除了腋下 腋下那邊有一點點 扣出來的熱 很美 很美啦 太美了啦 好不好 太美可以 就妳最美了啦 好啦 趕快去懷孕啦 等給妳玩了 三美是徐瑋寧 安琪雅 夏宇喬 哇 安琪雅今年 今天很漂亮耶 今天很漂亮 好漂亮 大氣 衣服也很漂亮 狀態也很好 很棒 對 狀態也很好 感覺安琪雅也可以來候補一下 群腸也有鋼腸 OK 你看她的脖子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很多人就是 會很多條 千萬 對 妳就用那招嘛 就剛才老師講的 對 可是有的是要顧裙子啊 要顧這個顧那個 因為對我們來講 安琪雅一直都很甜 然後 但 甜美派系的 今天也穿出了打氣的感覺 我喜歡她很大氣 她走路很自然 她的群腸沒有讓她有任何的 妳知道 尷尬 尷尬啦 或狼狽人 所以OK 她是我的三美之一 而且我覺得露得剛剛好 非常 嗯 哇 我現在眼鏡中年終於入圍了 妳塑膠獎 OK 這個可以 我覺得這個很棒 這個很棒 很漂亮 你看她那個群腸 剛剛好 非常 側面的幅度也剛剛好 而且她那個腰身後面露出來的 你看 一般就是後面露背的很容易 在腰身的地方 會有一點點嚷嚷的 嗯 她的那個服貼性非常的好 真的 很難得 對啊 妝容 頭髮扎起來 一點點隨著風飄 然後耳環的搭配 就整體 你看她笑柔 好美喔 嗯 我覺得她的眼妝啊 她其實拿掉了很多的眼線跟睫毛 反而變得更漂亮 好美喔 高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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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雖然到黑色 雖然是亮片 但是 搭得非常高級 有時候有些氣氏露出那個 是輕的性感喔 我覺得欣雅剛剛那個高級感 有一部分也是在於簡單吧 她沒有複雜到就是 就是拿捏得剛剛好 就是看了會覺得 多 要給我 來請拿一個掌聲鼓勵 所謂紅台上面挑戰的 我們不是在選美 對 我們不是講那個環球小姐選美喔 我們選的是 就是這一個藝人 這個明星 她在這個紅台上面 帶給我們 有沒有像她入圍獎項那樣的氣場 和恰如氣氛的感覺 是不是 對就是 對 我覺得蔡淑貞可以被選耶 可以啦 她果然是有經驗的 對啦 模特兒就是不一樣 對 就是那個禮服的挑選跟珠寶的搭配 肯定有經驗的 而且Vivian 我是說實在的 有一點點胸部的女生 雖然會很噁 她很剛好 對 她把她的 除了腋下 腋下那邊有一點點 扣出來 但是OK啦 因為她應該是一個馬甲的上半身 我要數就是這樣 對 群長非常高 非常漂亮 她的妝容也剛剛好 好 哇 這個女主角這樣 她和她的她 哇好美喔 天啊 她整個選擇膚色 對 好美喔 好美喔 好美 頭套 她那個不是膚色 是因為她太白了 好美膚色 好美啊 好美 太美了啦 好啦 很美可以 她的飾品 簡單 飾品簡單啦 就這樣啦 這雙鞋很不好收 今天是不是只有她把頭髮 那一雙鞋超級難走 對 把它梳上去 今天是不是只有她把頭髮梳上去 你看 她只有兩條 博紋 對 我看到了老師 她只有兩條博紋 她就是可以往後看的人 對 對 就這個 漂亮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妳看那個群長 剛剛好 剛剛好 這個是群長是有改過的 對 微夢一下 好美喔 就妳最美了啦 好啦 趕快去懷孕啦 等給妳完 而且妳看她中間的膚紗 對啊 是不是很厚 對 對嘛 剛剛好 我今天不管她是哪裡來的衣服 她就改得剛剛好 對 紗也對了 然後飾品的搭配也剛剛好 就像台灣老師講 對 她懂得拒絕 可是妳有沒有發現她的手套 是配她的鞋子 她的手套跟鞋子的那個質感 顏色 還有斷面跟珠寶 一點點水晶在那個鞋子的前側 非常搭配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設法 就是把手套的部分 可能搭一點點蝴蝶結的趣味來 跟她後面那個 她的鞋子做一些呼應 做一點呼應 我懂妳的明白 我覺得可能 但她就是一個紅毯女神的代表啊 對啊 一舉得獎 一舉得獎 安心亞 我喜歡安心亞 韋寧第一名 韋寧 安心亞 我決心亞 雨喬 然後還有 還有三個了吧 對 雨喬 蔡楚貞呢 蔡楚貞也很美 安心亞恰如其分剛剛好 Oh my God 她的瀏海真的剛剛好 對啊 問你們喔 安心亞跟夏雨喬哪個是不動的 安心亞跟夏雨喬 我會選夏雨喬 好 我選夏雨喬 我剛剛忘記我是誰 這個好難喔 那所以誰要來跟蔡楚貞選第三個 她第一 其實黃沛淇也不錯 是啊 對 可是黃沛淇的妝我覺得差了一點 對啦 黃沛淇 然後安心亞跟夏雨喬 我們看她們兩個從小到大 她們兩個其實在這次的紅毯都表現得非常好 因為畢竟她們兩個都不是走秀的模特兒出來的 她們兩個都可以共存第二名 我們 我們 可不可以兩個人share一個名次 那我們就投票啊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一人兩票嗎 這跟誰 很生的基首 許惟寧沒有問題了 我選安心亞跟夏雨喬 我覺得安心亞跟夏雨喬 安心亞夏雨喬 三美是許惟寧 安心亞夏雨喬 辛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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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